按右键新增 如果你做错了 如果做不好 没关系你再按右键再插入一个 重新再来过也可以 没关系 如果再做不好再一个 他的名字一定就user phone 2 原来user phone 1怎么办 你点两下他又会开起来 如果你把它关闭的话 再开的话就再把它点两下 如果你再按右键再插入一个 他又user phone 3 所以他有名称的 每一个表单就是一个 而且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表单 你可以互相切换来切换 你可以这个关那个开 他互相可以切换的 所以你系统可以写的很复杂 就是有点像一个进销存系统 或会计系统 其实都可以在上面去运行 没有问题 而且很多公司可以在上面 做很复杂的事情 也不会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面临的一个 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要怎么把它启动起来 当然启动的方法很简单 上面有个执行 你如果按下它的话 它就启动了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以后 你给别人这个表单 给它用的时候 那你要叫它怎么打开呢 除非它有学VBA 不然的话你不能总部人说 你要打开VJobasic 里面你又没有看到一个表单 请你把它打开之后再执行 但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需要帮它写一个按钮 那个按钮的话 也许叫启动表单 目前现在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假设 我如果假设复制这个 我在底下再把它贴上 我将来希望按右键 我可以指定聚集的时候 在这边看到也叫启动表单的一个什么 一个Sub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需要有个按钮的话 一样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VJobasic里面 在哪边写呢 模组 对不对 然后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名称就是Sub 叫做启动表单 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启动表单 然后把那个东西启动起来 名称不一定要启动表单 反正就是启动什么 OK Enter一下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把它叫起来 它的名称叫UserFoneE 所以记得启动表单也要叫这个名称 所以你就打一个UserFone UserFoneE 点 要把它呼叫叫秀 点秀就可以了 就把它秀起来了 那如果未来你要把它关的话 怎么做呢 点什么呢 隐藏叫嗨的 有没有 关嘛 开就是秀 所以你可以互相切来切去 目前我们只要秀 所以点秀 OK 另外还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点下去 奇怪 你不用 如果你点 没有任何的提示的话 那表示你打错了 所以你不要再往下 你要检查一下 你的那个名称是不是打错了 这个名称有没有 因为我这边故意少打一个E 如果你打错了 它不会出现 你只有同学就照着打 然后打了之后 奇怪执行怎么会没有 跳出说找不到那个东西 原因很简单 这边的名称跟这边是要match的 而且我习惯都打小写 打小写之后的话 如果说点下去有 然后另外移开的话 它会自动变大写 表示应该就OK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移开 奇怪什么还是小写 那表示你打错了 大概就这些小细节 做好之后的话 我们有个sub 叫启动表单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再重新指定一个聚集 找到那个什么呢 启动表单 在这里了 所以以后你要做按钮 我讲过就sub就对了 然后去执行它 然后按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 刚刚忘了忘了一件事 启动表单 把那个名称复制一下 因为我刚刚是直接拿上面来复制的 所以我把名称改掉 启动表单 这样子按下它 启动 OK就是这样启动表单 关的话也不用额外写 因为上面已经有叉叉了 所以我觉得设计不用说设计那么多 反而更增添麻烦 这样的话就打开了 但问题来了 还是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有些使用者很奇怪 明明按钮就在这里 他就说找不到 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 最下面一个 然后他下一次又忘记了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你干脆以示威打开 自动的打开了 你就随着以示威打开 就自动跳出来了 这样子他总没有话讲 不然如果还有话讲的话 那真的是他的问题了 OK 所以尽量反正我已经把那东西都设计的差不多 你基本上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那这样的话你的工作其实就会比较切一点 不然常常要接电话 常常要应付那些 那些人就觉得很烦 所以尽量有没有什么方式帮他不要来打扰你 所以要一劳永逸 想得很远 所以尽量的话最好什么 不用按按钮 他可以当这个Excel启动的时候 顺便把那个表单给给启动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不按按钮 我们当按钮在吗 如果你不按按钮的话 请你注意一下 你要把程式写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Excel 这个Excel叫做List Workbook 其实Excel就是工作部 这个档案就是Excel的档案 它的单位就是工作部 工作部里面有工作表 工作表里面有范围跟储存格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只要把List Workbook点两下 如果我今天要写 当它启动就执行的话 记得点开这边一班 找到这个工作部 这个工作部 当它怎么样呢 事件驱动 就当它开启的时候 有没有open 其实预设就open 不用改 那你就把那个User Phone 再打一下 User Phone 1 点show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当它这个工作部 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开 我怎么知道 特别是因为这不用储存 你储存的话呢 关闭之后 请你在外面这边存就好了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其实一定要把它关闭 再怎么样呢 再去启动它 不过好像是在另外一个 我在这边 这个 好 打开来 看一下 看有没有启动 有没有 跟着启动 如果说它关掉 又不会开怎么办 你就要想说你关掉 你关掉重开 对不对 这样不就好了 对不对 它以后再也不会找你妈妈 这样如果还不会的话 那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了 是它的有问题 打开 有没有 自动开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不够大 你可以再把它放大一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什么User Phone 1 点show 另外就是那个是放在 我们的This Workbook 里面的这个什么 Workbook 预设是show 当它被打开来的时候 一样把它show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已经做好了表单 如果你要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两个方法 一个是按按钮 所以一个sub 启动表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This Workbook 它那个Workbook Open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随着把它打开 那不过呢 你可能要把Excel关闭 我要重开一下 那但是要存档 存档之后把它启动 这样就OK了